说到了川菜这火辣辣的配饭 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吃 但您知道吗 现在川菜的辣味也有下午茶了 哈喽 你好 这边是我们的午茶餐店 可以参考看看 好 谢谢 谁说下午茶一定要吃甜点 现在连川菜馆都要推下午茶 先点先做五六种酱料调成的麻辣凉粉 可是到底死川菜 还有个特别名字叫伤心凉粉 除了因为食材制作费功夫 师傅做得很伤心 也有一说是太麻辣 可人吃到流泪被误会伤心 但其实还有个原因 我听说这个凉粉 那天只有限量食份 所以我想说赶快来吃 不然的话我回去可能吃不到 我会想吃 除了伤心 这里还有辛酸粉丝 让新鲜的上班族忙里偷闲 下午茶时段才有的面点 搭配饮料 小分量侵食抢供女性市场 下午餐点主要是针对下午 就是百物公司逛类的消费族群 然后也可以进来里面 用简单的面点 喂 要定位吗 我们现在只有直接收现场后位哦 身影好到难定位 即使台湾人爱吃辣 连明星艺人都秀到商机 虽厉害点是同一个商场 楼上又是一间传菜馆 而景邻旁边的也是卖辣的香菜餐厅 最后是发现上班族 观光客甚至家庭聚会 都爱吃辣 新鲜商圈除了成品就有三家店 APP伙报 以及扳机百货各一家预估这区总业绩就破亿元 全都抢身这块辣商机 传统新闻 曾经轩路易 台北测榜报道 优优独新闻